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文质武功十全老人泡进天下所有美妞的乾隆 他应该也在忙着改奏者 又或者是那个扫清六合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他应该在忙着烧奏者 其实啊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猛男壮汉 他是一介白面书生 文质彬彬 才华洋溢 关键是他的繁殖能力还很强 一生生了大于等于八十个韩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品位的皇帝 他的品位影响到了千年以后的中国 以及被中国文化影响了千年的日本和韩国 但是在这里我要声明啊 他可不是什么韩国人 他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骄傲 宋徽宗 虽然宋徽宗在政治上面真的没什么作为 不过人家真的很有品位啊 多有品位呢 我们想想我们身边那些有品位的人啊 反正他肯定不是穿着 就是别人也穿的那种衣服 他一定是那种自成风格 然后绝对不依附于潮流 甚至有可能还会自己开创一派潮流 宋徽宗就是这样的人 他连写字啊都要跟人家不一样 我们平常学写字肯定都是临摹 什么沿体流体 宋徽宗不是这样 他自己开创了一派字体 叫做兽晶体 想当年我们学写字的时候 老师总说 哎你要提笔 钻笔 行笔 收风 最关键的是那个收风的部分 因为中国文化讲究什么呢 讲究藏风内敛 但是宋徽宗偏偏不要 他要把所有的锋芒都显露出来 因为他是天下一人 就此宋徽宗开创出了一个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字体 像我这种书法的门外汉呢 其实不一定有的时候能辨别出 什么是颜振卿的楷书 什么又是柳公权的楷书 但是如果让我一看到寿经体 我马上就知道 那一定是宋徽宗的笔记 宋徽宗就这么生生把寿经 去做成了一个他自己的品牌 多有辨识度 当然自己搞呢 那还没什么意思 宋徽宗心想 我是一个有品味的人 哎我们想想 现在有品味的人 他身边的那帮人 一定也是品味不差 宋徽宗又自带皇帝属性 他就想着 我要把天下所有的读书人 都变得有品味 于是呢 他就开创了一个皇家美术学院 从这个美院出来的 那可都是一等一的大师 像什么清明上河图的张泽端 那个千里江山图的王希梦 这两幅作品到现在都是神迹 这两个人都是他一手培养出来的 宋徽宗那个时代的画师 那可不像那个什么康庸前时期 哎今天朕这个发型不错 给朕画一个cosplay 哎今天这个朕的美女不错 给朕画下来 人宋徽宗给画师出的是什么提 踏花归去马蹄香 请针对这七个字画一幅画 要求行笔活泼 题材不限 诗歌除外 踏花归去 踏花 哦我知道 归去 马蹄 香 香 香怎么画 这可难倒了天下的读书人 宋徽宗也是翻遍了所有的乐卷 终于有一幅画吸引住了他的眼睛 这才是踏花归去马蹄香 用蝴蝶的追逐来表现那种香气 画无形为有形 人家要的是意境 宋徽宗就这样 生生的把一整个朝代的书画水平 都提升上了一个level 当然他还有更有level的事情 比如说他跟那个李池是你懂的 听说我们的那个视频 会被放到大中小学的课堂 那这一公子就不多说什么了 大家到我们的意外艺术的微信里面去找答案了 那现在我们要说最后一个重点 我们在一开头的说 有品位的人 他不会依附于潮流 他自己反而会开创一种潮流 但你知道吗 开创潮流也有两种 一个平庸的设计师 他最多开创的也就是明年春夏新款 但是一个牛逼的设计师 他可以开创出一个十年的经典款 宋徽宗更有必要 他开创的可是一个千年不死的经典之经典 你看像包括一公子现在的那个绿裙子 还有我们平常喝水的那些茶杯啊 很多都还存留着宋徽宗学期的遗风 我们都知道唐朝是以繁复为名 以奢华为名 宋徽宗偏偏步 所有的繁复全部拿掉 极致简约到一 这里面最最经典的就是鲁瓷 但是鲁瓷的这个一啊 其实它背后包含着更加繁复的东西 比如他的艺术思想 比如他高超的记忆 我们都知道鲁瓷是天青色 它是那个时候雨过天晴的颜色 宋徽宗厉害就厉害在 他可以把那个时候天空的颜色 凝结到了一个气质之上 以至于让我们在看到鲁瓷的时候 还能回想起千百年前宋朝天空的颜色 而且他的制作记忆非常非常的复杂 我们今天去台北故宫看鲁瓷的时候 还能看到他的边缘还泛着淡淡的瓷光 有人说这里面是加了玛瑙 有人说是加了别的 总之千百年来没有任何的定论 他的记忆已经随着宋徽宗的消失而失传了 最关键的还不是这个 关键的是什么呢 常常几百件的东西做出来 摆在宋徽宗面前 宋徽宗说这一件这一件这一件 我要了其他全撒 所以直到今天 全球限量六十几斤 一个杯子两亿 就算是老工匠的仿制款 那你也得好几千 难怪乾隆那个时候搜罗天下 所有奇珍异宝 最宝贝的还是宋徽宗时代 那些吃喝拉撒的锅碗瓢盆 而且还在上面编等级 夹一叮叮 当然了今天咱们呢 也做不了像他们那样任性的皇帝 但是至少咱们可以像他一样把生活过得考究一点 我说那种考究不是说我们非得要去背一个什么名牌包包啊 或者是要把自己家里面装修的富丽堂皇 你发现没有 很多的品味啊 它其实就是在那么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当中 比如说 你吃饭的一个小碗 或者你喝茶的一个杯子 都是你品味的一种同事 在你的心上 自由的飞翔 我就是那个无人关心的端午 我就是那个无人关心的端午 我就是那个无人关心的端午